也是争议的事件 ETC在去年推出了全民体验的方案 不用买机上盒 只要以车号当成账号 经由超商的电脑平台 缴款除值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有民众向东森新闻投诉 说自己都已经缴清账款了 为什么还会有23比ETC的罚单 一共9万多元呢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的独家追踪 想遇到超商的Abon查询 自己的ETC账号 结果是48小时前都没有欠费记录 但再一次查询有无交通罚单 却跳出了23比 总共9万多元的ETC与其罚款 就是两天前我也没有欠费记录啊 那为什么我今天还会收到 9万7千6的罚单呢 投诉人明明钱都缴了 怎么还会有罚单 原来他参加的是全民体验方案 没装机上盒 仅用车牌号码当账号 缴费除值都是透过超商电脑平台 但怎么会这样呢 来到远通电收的门市 查个清楚 这才发现 其实他次数中间很多 他也搞不清楚 他自己也预言不足 但是因为我们打电话 通知他电话都联络不上 因为他的电话 已经不是原来那只手机的号码 然后寄到他的地址 也收不到 查询电脑后发现投诉人虽然都有缴款 却都是在逾期之后才缴清 从去年11月到现在 23笔的罚单不断的累加 才会变成9万多的罚款 其实考量用户太忙 忘了除值或缴款 ETC缴费是有两个月的缓冲期的 提醒用户一定要时常查询 ETC的缴费记录与除值余额 如果逾期了 缴款之余也要记得顺便查询 有无交通罚单 董三新闻董一贤蔡双全 在台南采访报道